王志安已經是中國雄市調查記者 因為在北岸 叫東京列入歐名堂 流亡日本 他在社群媒體報上各界新聞 不過現在這兩天 社群北台 在中國是農鄉禁止 約貴譚夫 透過共大 跟醫療組織頂北岸在中國雄市 也有數百萬觀眾 對隨調查記者王志安 向中國政府列入歐名堂 之後 現在流亡日本 待在檔驗 我個人認為這是習本身對媒體的定位 媒體你不需要進行監督 你只需要完成宣傳的功能就可以了 美聯社報導 習近平言說是 從某一年以來 中國相當宅領土人 由上政府支持的配評前報導 跟北大臺灣新聞 相關這製作順領上期的報導 通過《地獎場》 報索電台電視者媒體 後接共大新機關 透過嚴格審查記者 將網絡配評下音效頻 尤其是一些基層政府 其實並不認真執行中央一級的政策 所以它也需要媒體去發現一些 這些地方政府的胡作非為 這是炸彈炸的 看到了嗎 幾個小時之前炸的 英國歐建政來說 在歐克蘭有很多中國人 歐建議開30萬美金造成團隊 去歐克蘭採訪 也請不了解中國東方的處境 你在中國媒體上你能看到的都是這些華人華僑 被接上飛機以後開始舉著紅旗 喊祖國萬歲 但是真正在這個撤僑過程中發生了什麼呢 中國人知道嗎 有關本事用社會財政策 評論完 以後一年做調查記者 還要配合報導 在東方的觀眾時間麻煩中進步 Youtube國際部長已經40萬人 進來看推特將近50萬 對中價 在北台的中國都看不到 如果我們想追求的那個社會 就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那我們為什麼不願意在自由的社會裡頭 用我們的職業的經驗繼續發聲呢